11点,韦斯豪彻底识破你,尼铁谎言被揭穿,国足和足协都输了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聊一聊国足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在11月11日晚上23点,国足将会迎来阿曼队的生死决战 很多球迷也充满期待,希望尼铁能够改变之前的布局 打破自己的固有观念,对于国足进行全新的调整 争取在今天晚上能够给球迷带来惊喜 其实提到本次国足再次趋争,很多球迷对于球队的球员大名单也是提出了一些疑惑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国足将领组对本土球员进行的重大调整 包括韦斯豪在内的五名非常优秀的本土球员惨遭淘汰 国足和足协给去的理由是因为,这些球员因为家庭软音以及伤病软音选择离队 其中四名球员是因为家庭软音选择离队 一名球员是因为伤病软音选择离队 如果是因为伤病软音选择离队,球迷们还可以接受 如果说是因为家庭软音选择离队 这个软音很多球迷表达难以接受 特别是韦斯豪作为球迷们非常喜爱的明星球员 个人能力也非常的驱舍 应该能够为国足贡献很大的力量 但是呢,国足方面 却给去韦斯豪离队的理由是因为家庭软音 其实这个软音也会让韦斯豪的名誉受到很大的影响 作为国家队的球员 在国足最需要力的时候却选择因为家庭软音而离队 其实对于韦斯豪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那么韦斯豪是否是真的因为家庭软音而选择离队的呢 那么就在近期上午11点左右 韦斯豪用自己的行动彻底的摊牌 也是揭穿了离铁教练组的谎言 正式彻底的撕破了你 根据相关媒体爆料 近期韦斯豪信身野球上 与好友们一起欢乐的踢球 那么韦斯豪也用这个行动啊 彻底的摊牌了 如果是因为家庭软音选择离队的话 那么韦斯豪怎么可能还有心情呢 去野球场踢球呢 而且现在正式国足征战 四季赛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面 韦斯豪不可能说公开露命到野球场去踢球 实际上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 显示去了韦斯豪内心的愤怒和不甘 那就说明了 这个离铁教练组给去的韦斯豪 因为家庭软音选择离队的理由 根本就占不聚焦 那么其实啊 谈到离铁教练组 很多球迷也是表达去很多不满 首先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啊 离铁教练组 执教能力啊 有待提升 第二点呢 就是离铁教练组 对于规划球连的使用啊 始终非常的保守 不敢中用规划球连 不知道啊 是出了什么原因 第三点 就是离铁 对于本土球连的使用啊 不能做到 这一个呢 公平公正 很多时候啊 考虑的可能是 证明球连啊 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愿 没有充分的考虑 这个韦斯豪能够给国主带来的帮助 很多球迷认为啊 感觉有一些 认认为轻的意思在里面 那么因此啊 如果说韦斯豪等球来离队之后 国足在本次 这个四季赛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无法取得满意的成绩的话 那么国足和主席啊 很有可能再次遭受球迷的炮轰 这位球迷 我们希望啊 离铁教练组不要后悔 同时啊 我们也期待着韦斯豪 在以后的职业生涯啊 能够越来越好 大家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